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對我來講學習是一個很好玩的活動 我媽媽輸過最這個就是選一個 可是我選不出來 因為全都很有趣 想不到最的 妳來看一下他們頭胸腹來 頭胸腹 這是什麼眼睛 副眼 副眼 好 這樣 OK 都一樣了 以前上下課的時候 在校門口都會有一些蝴蝶在花 從那邊飛 剛剛蝴蝶解說人 叫我特別要注意它的特徵 把它大致上面的造型都畫出來 一完成它 我就會有一點小小的成就感 就先去 那這樣我們這個 到時候一直都來冷掉一乾淨 五寮國小在數位教學已經有七年的時間 老師在教學上可以善用微軟設計的一個很棒的教學平台 叫OneNote 那在教學當中 孩子們可以立即將老師們交付的作業上傳 並且在平台中大家可以互相分享各組上傳之後的成果 那老師也可以達到立即修正 感覺很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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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要做一些好玩有趣的影片呈現給大家 我們要慢慢的這樣把照片那些這樣放好 然後清晰度也要改 然後改好之後才能這樣慢慢的放上去 放上去之後我們還要將音樂那些放下來 那時候我覺得跳音樂最好玩 偏鄉的孩子可以透過載具跟大家一起分享 他所做出來的成果 用電腦 到外面的世界去探索 感謝他們教我做影片 因為也許別的學校不會做 但是我們以後還是要去嘗試 我們這些孩子其實我們說他與生俱來就是數位原住民 那在這麼多的數位資訊當中 我們期望讓孩子學習 並且可以跟國際上做接軌 勇敢地去面對未來的挑戰 你有一個跡 срав 我們可以跟國際上講 知道《國際上市場的人》 还能一成果 我 spectacle嗎 感谢观看